雲林和中華的平原地区是目前台灣第十下限制嚴重的地方 中央行政所推出的黃金農土計位就是對本地的風土政策 連台部長各地的行車安全 現在因為中華跟雲林地層下線的問題很嚴重 由於高鐵旁邊 所以現在政府有一個計位新的方案農業 就是黃金航道 黃金航道的目的就是在高四鐵路旁邊 過1.5公里來做行情環道 這是計畫了解 它的轉作作物 它現在希望可以轉作一些比較節水的 比較 人家說的就是我們以前說的就是牛米或是高粱 防曉玉或是小麥或是甘蔗 這都比較水 可以在這裡不要用到水 是不是地層下線就不會那麼嚴重 這項黃金農土的政策雖然很有創意 但是因為政府所提供的補助沒有多 造成農民配合的議員很多 但是呢 這個補助看裡面呢 這個補助農民大部分呢 是以補助 以用水柳來做比較 我水柳一塊地可以用多少來做比較 但是政府呢以目前來講 它是用專屬的部分來補助農民 農民如果要專屬 我就不用專屬的質量 所以意願就不會那麼高 政府為了要提供農民的配合議員已經跟高鐵公司協商 希望高鐵可以提供經費 增加補助的經驗 目前來講 政府呢 有去拜託 高鐵 拿我錢出來 經費出來 所以在這裡呢 給我了解呢 那個高鐵的呢 在這個部分呢 它的高粱裡面呢 你如果增高粱一塊地 它還要補助2萬5萬 所以現在呢 那個高鐵裡面 都有2萬5 2萬5萬這樣 如果可以增加盛産 就能夠大量減少對進口的儀口 記者 王晋辛 郵明委 蔡王報道